好 今日新報則是要帶你來看到 高雄從十五號晚間在愛河撈起了一具服屍 死者是八十九歲的老婦顏 接下來了兩天 陸續出現兩具屍體 警方都忍不住覺得毛毛的 怎麼會連續三天都在愛河出現了服屍呢 向日民俗專家指出今年陣風及陰年 農曆七月又是及音樂 提醒民眾一切都要小心至上 九十歲婦人載夫載成 早就沒了生命跡象 死者十五號晚間從愛河被打撈上岸 隔天前進去的愛河 又出現一具八十九歲男服屍 十七號左營愛河上游 八十歲老婦人被發現不在河面 正值農曆七月愛河連續三天 傳出民眾溺水死亡 清潔愛河的工作人員都覺得不尋常 都是老人對不對 聽說都是老人喔 都是老人 你們在這裡做的 怕不怕嗎 不要 怕不怕 怕不怕 高雄知名景點愛河農曆七月 頻頻傳出溺斃案件 民俗專家說因為今年是及音年 會有比較多的災害 農曆七月又是及音樂 意外事故可能會比較多 在愛河附近的宮廟 今年也將更隆重 慰勞好兄弟 根據統計今年截至八月十七號愛河總共有十一人溺斃 跟去年一整年相比多了一人 澄清湖也是相同情況兩地相加 今年到八月中旬總共出現十七具浮屍 雖然這代表死者有機會回家 不過還是難免讓人覺得毛毛的 記者 林文發 高雄報導